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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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啊 工地是我该去的地儿吗 我是老总啊 我应该在这儿指挥千斤万马 工地上的情况你都不清楚 你怎么指挥千斤万马 现在工地上已经出现问题了 你如果不马上纠正的话 我会马上开出 停工处罚通知单的 你敢 我是建议职权所在 有什么不敢的 你别忘了 你和小姐的照片 还都在我手上 忘不了忘不了 我建议啊 你这次可以把照片 直接交到我的太太手里 这次我和我太太一起来的 她很想知道我对别的女人 还有没有吸引力 疑狠 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 小小的防范措施而已 明天我还会去工作 带着停工处罚通知单去 你继续指挥你的千斤万马吧 新兵 你说什么的地方 他怎么看的是工地 你怎么能伤心 蔡老板 这地方有什么问题啊 问题很多啊 比如说工地上的安全员 其中机下面的观察员又在哪里 人呢 弄什么 走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董董 张老板 蔡老板 亲自来了 我不亲自来行吗 不亲自来怎么知道这么多问题啊 刘老板 你那起重机下边怎么不设观察员呢 这事得问你啊 吴总 按照合同规定 我们只出司机和设备 而观察员还有吊装工等等 应该由你们公司来配备 你不能只按合同说话 当然得按合同说话 而且我们之间也只能按合同说话 对 执行合同 照章办事 万一出现什么事情 也好分清各自的责任 你的意思是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了 可以这么理解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了 那也就是说 出了事就各负其责了 他们出了事 肯定算不到我们头上 道理明白 手要就给我坐在马里面 万一这件事情被人问起来 不管是警察还是我爸 都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疾病 大概是 Shawichi 来 小心退 快净 给我 快入定 速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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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下车 这事怎么样 可能手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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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来了 这来了 这么晚 这怎么回事 谁住在这里 呃 四儿 不好意思啊 呃 这里我 请跟我们去警局 协助调查 卡掉倒塌事故 呃 哎 抱歉四儿 呃 我们这里呢 是铁路警察各款一段 呃 这个设备 是流浪版的 以我无关 刘先生 你是这 出事设备公司的法人吗 我是 请跟我们走一趟 协助调查 请吧 晟哥 晟哥 怎么样了 哎呀 庆上三日后 周上两日 死亡没有 哎呀 首先谢谢 谢谢 华盛 华盛 是不是还在公计现场那边呢 没有 还被警察带走了 说是什么协助调查去了 哎 你来了就好 哎 这是药费单子 这里面负责啊 公司我负责啊 好 我先走了啊 啊 好 杜志 看什么呢 爸 您回来啊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工地出事了 华盛公司的塔雕倒了 砸伤了好几个人 刘华盛被抓了 是你搞的鬼吧 爸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他的设备刚检修过了 不大可能出这种事故 是不大可能 可他就是出了 这人要是倒霉啊 喝凉水都会塞牙 放屁都会擦脚盖的 哼 这人要是倒霉啊 他该出局了 你们干嘛 你们刘大老板犯事被抓了 现在这谁说了算 我 我 我是总经理 不过 我说了也不全算 你有什么吩咐啊 我们那边的损失 按每分钟五百块 我会严格遵守合同 是是 希望你不要难为我 不 您刚才说 一分钟五百块 你装什么算 老板 老板 真想不到 我们会在这种场合见面 我也没想到 每分钟赔偿五百块 你给我记住了 五大公司 这个我说了不算 是是是 你说了不算 就马上把塔雕给我装起来 明天恢复施工 不是我不想施工啊 是警方他不答应啊 警方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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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能答应了 不是 你听我说 你 老板 谢谢你能来看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华人公司 向你表示信 我接受 同时 我也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提议 终止合同 你们撤出 撤出 撤出 答应 答应 你答应什么 答应 我 帮 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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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听这话 你像是在称呼打劫 不要这么说 我们要工程的质量 也要工程的速度 我要经常和合作方碰头 你现在失去了人身自由 我不可能每天跑到这儿来 跟你开会 那怎么说 我出了终止合同 无路可走 看来是这样 幸亏 你们来干吗 我特地来 是想告诉你个好消息 赶紧说吧 给刘华盛准备后事 给你爸准备后事去 我爸不得的 个儿天不虽人愿啊 我爸活得好好的 千万别忘了 给刘华盛准备后事 姐哥 我组织这里人来干吗来了 问你话呢 他来干吗来了 吴组织 我给吴组织写了欠条 欠 延期施工 吴组织说一分钟要五百块钱 一天按照两个颁算 十六小时九百六十分钟 咱们一天就要赔四十八万块钱 谁让他写的 吴组织把倒架在我脖子上 你说我能不写吗 我要不写的话 我小蜜蜗就没了我 我 我真不厉害 我 我 你不是主意多吗 你赶紧想办法 要不然赔款的事 我们一人一半 阿梅呀 阿梅你可不能这样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欠条是你写的 告到法院去 但是由你来陪 要不你就想出办法了 要不 陈丹陪他 两条路你随便选 阿梅呀 这两条路选哪一条路 一讲 就都成了寡妇 这两条路因为都是断头路啊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断头路 好 哎呀 我的 天秘秘秘雅 笑得多甜蜜 停 老公回来了 黄蓁 好 我今天做了一件 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站上别的女人了 喽 你说 最让我幸福的事 是什么呀 娶了我呀 叶儿 让我最痛苦的事情 离开我 叶儿 你干嘛要离开我 因为 我参加了华盛的公司 当了总经理 这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以为什么事呢 要是 然后你们 值得 才要离开你 我要减守 你在经济上的损失 不管是天涯 还是海角 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 我去哪儿都行 说些什么呀 怎么跟发神经似的 什么天条 怎么回事啊 你去问阿梅 阿梅啊 你姐夫受什么刺激了 你回来说了半天 我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呀 那刺激是我给他的 我想让他 尽早想出好办法来呗 他也这么说 要是想不出好主意 就你一半 他一半 你们俩一人一半什么意思啊 没我的份啊 不用了 你跟姐夫 你们两个啊 承担一半就行了 另外一半由我们来承担 什么呀 那就让我们负担一半啊 赔款 按照跟豪江置业签订的合同 如果我们耽误施工进度的话 就要赔偿人家费用 现在人家算出来了 每天我们要赔四十八万 什么 多少 四十八万 所以说 你跟姐夫承担另一半就好了 一共是二十四万 阿梅 你给华盛说说啊 我们家紫棋不当这个总经理了 姐 在公司里面 你们是有股份的 有股份就要去承担赔偿责任 知道吗 那 那股份我们不要了 我们什么也不要了 我们也不占你们的便宜了 你们也别让我们占上的倒霉事 就这样吧 老婆 你总算是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想扔这倒霉事 我也不想扔 我说是你 还乘 你可以走了 我们经过勘察 发现这起事故是人微破坏 跟设备本身没关系 搞破坏的人找到没有 我们正在侦破 不过已经找到了被拆卸的螺栓 也有了值班人的证词 太好了 华盛公司发生了如此重大事故 说明他们 不具备与我们继续合作的基础 所以我们终止了合作 你们公开全部 与华盛公司终止合作 是否会对华盛公司 早晨复免你一下 我们只对甲方负责 至于其他的我们不予考虑 我们就是让全澳门的人都知道 华盛公司完蛋了 你走 跟着落了一把水分 丁家公司 对不起 我们再和记者谈事情 请你们出去 太好了 正好警察先生有话要跟媒体说 有什么可说的 出去 给我出去 出去 主持 让警官先生过来 我今天来到这儿 想告诉大家的是 华盛公司的雕车 ジャden 社会 因为 半 虚 瘯 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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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们俩过得这么好 又把面馆经营得这么火热 我们俩也就彻底放心了 只是你们俩这孩子的事 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啊 刘哥 你就别提我们俩的伤心事了 这事你问阿谦吧 这早晚的事 这不早晚的事吗 对了 我儿子啊是你的超级歌迷 等下次我把他带来 你给他签签表好不好 好啊 没问题 梅姐 最好你的儿子能帮我们俩 把我们的儿子也带来 你说现在年轻女孩 怎么都这么年轻呢 来来来 咱们一块儿喝一杯 阿谦 阿红 祝贺你们 我们真的不要了 其实呢我们也没投什么钱 这股份就不应该要 求求你们就放过我们家自己 我们呀 真的是担不起这个精 也受不起这个怕 经过这次这一折腾啊 才知道平安就是福啊 姐 其实都怪我 我不应该这么吓姐夫的 阿美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姐夫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这么点事情 怎么能吓着姐夫呢 是不是 姐夫 你也别大话来接紫棋 我跟她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还不了解她呀 我们家紫棋呀 她就是个小男人 不是个大丈夫 大丈夫做的事 你别找她 找她也没用 姐 你要这么说姐夫 就真的不如我了解她呢 其实在澳门找一个帮手 难吗 不难 一点都不难 只要前到心到 找一个优秀的管理人才 才特别容易 为什么我跟阿美我们俩 还非要来请姐夫呢 这并不及你 是因为我们跟姐夫 谈得比较来 更重要的还是 姐夫在我的心目当中 的的确确就是一个 堂堂正正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花生 只有你 把我当成一个男子汉 紫棋 你不要第二次做你这辈子 最后悔的事啊 后悔归后悔 花生 干归干 童董 那咱们就明天上午公司见 好 那还有事 谢谢 我们先走了 好 快 你们不留下吃饭了 好 留下吃饭也可以呀 说不准啊 花生还能把你拉下水 那还是走吧 我送你 童董再见 哎 男子汉 这帮记者 这不是胡血吗 竟然怀疑我们为了终整合同 那在塔雕上做了手脚 称一些 谁还跟我们合作呀 老板 嗯 我想说说我的想法 老板 你别生气 吴总在记者会上 对于华盛公司的态度 很容易让记者和警察熟的事实 反映 您是说得不打自招 告诉记者啊 这事是我们自己干的 老板 电话 喂 啊 山北先生 你们的公司的事 全部都出现了 残忍 今次的契约 还没有 我也很遗憾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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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我兄弟也是干这个的 一个电话的事 刘老板 恐怕你还走不了他 那吴总想怎么样 把赔偿金付了再说 什么赔偿机啊 这个你该认识吧 你给我写的线条 每分钟赔偿五百块 每天两个班就是四十八万 今天是第四天 一百九十二万 我没算透看 没错 从数学上讲没有错 但是从法理上讲有问题 工地是你的 看管工地的人也是你们找的 现在有人进来捣乱了 出了问题了 你就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了 你说这对吗 什么三个耍的 松手 松手 组织 老板 想要赔偿金可以 只要法院判下来就行 只要法院判下来就行 你觉得呢 船长 慢打 是天堂这个样子 怎么想假装交代 不是还有香港的万劳吗 这老老老老 到现在也没给我回电话 肯定是躲了 咱们给他打电话 都到这个时候了 不能再讲什么面子 我手机里有他的电话号码 你给他打 听听他说什么 爸 他不接电话 语言留言 咱咱说什么 还说个屁 那在工程不能不施工啊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 我问你 要是玩不成施工就被枪毙 你还敢这么玩吗 这跟枪毙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我每接一项工程 就跟把自己绑到刑场上一样 干不好就等于把自己枪毙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能够侥幸死里倒生 看来这次 是被你给杀死了 被自己的儿子枪毙说来 谁也不相信 可的的确确 是被你这个混蛋 杀死了 爸 我尽心了 很努力了 而且我没做对不起您的事吧 看来我股主唱 吴大老板 必须低头了 好 发生 干嘛呢 活动活动 哎呀 我刚说的消息 好长之夜啊 在华西九家宴请建筑员的岛 但是名单当中 没有咱们呢 我知道 这就意味着 我们被排除在外了呀 我知道 爸 我给他们挨罐打电话了 可他们谁都不接呀 阿龙鬼仔 你们出去 阿龙鬼仔 你们出去 组织 把酒满上 limit 用皮 so von 一起咸 安静 爱 遍 school 各位 我乌龙昌给大家赔罪了 没看见酒杯干了吗 倒酒 倒酒 我吴忠昌不知天高地厚 自觉与同柴 诸苟不如啊 来 我自罚一杯 倒酒 您别喝了 倒酒 来 爸 您别喝 滚 爸 滚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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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板 李老板 孩子的错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大家原谅 你们更加息 公司王 就算了 李老板 李老板 多谢你 李老板 李老板 他赶紧 李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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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也是鸡蛋掉在水泥地上 完蛋了 郭总 有客人来了 刘老板 请坐 你不用说 我明白 李老板 哥曼先生来了 哥曼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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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蔡老板 请坐 来 蔡老板 好 谢谢 哥曼先生 今天到我们公司 有什么指教吗 岂敢指教 用中国的话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是有求于你才来的 我能帮你些什么 还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选择谁是你们的自由 但放弃我绝对是错误的 实时证明你是对的 你能选择纠正错误也是对 我就是为此来的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展开真正的合作 但是在合作之前 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 好 刘老板的意思是 在我们第二次招标之前 应该首先结束和豪江之业的合作关系 我明白 这时我们马上做 非常坚 loves 没见过 我明白 共也不能够 报告 与澳门豪江之业集团的合作关系 到此结束了 合同已经生效了 马上发布公稿 进行二次招标 好 再见 吴先生 告辞吧 爸 Cay 我得到了 走 好 schön 好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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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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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超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去啊 这个事啊 只有你们陪我一块儿去阿建才放心呢 要么他舍不得我走 是这样的 华盛身边啊 离不开人 再说了 远到商务中心的二期招标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可能真的走不开 梅姐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跟刘哥好好商量一下 那也没准他希望你们有机会 出去散散心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都快忙死了 你试试嘛 求虐了梅姐 超 你想不想去啊 超 上 想啊 你看超都说想了 去嘛 去 连偶 希望我们这次没选错 那要看你们选的是不是华盛公司 虽然来投标的有八家公司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 其他七家肯定没有任何希望 假如没有华盛公司来投标 这次竞标我是不会开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坚信只有你能让我们蒙向成真 干嘛 先生 也许你钻进了牛家家 我已经没有失败的机会了 刘 拜托你 竞标那天你一定要来 全离私奔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我当然回来 否则我今天也不会来参加野头标文 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遥远 遥远 快乐就在今天 这世界五彩缤分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直至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又等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但不是怕错我的脸 我就一天是男子寒 我会输 但我却比心甘 别说我太沉浸 也别怕我孤单 我畏顾 也会把眼泪测开 只想做有事 你很想我看 每一件很危险 要把不让人翻 被逗走怎么办 有情意才能到避寒 这世界不再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直直甜甜 是朋友就已 即向前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又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走过去 不复艰难 以为会 天塌地线 再挥手 再从头看 花儿造 开地窍面 我印象最后 我印象最正的 我不会 我印象最初